欢迎收看2020 庶民大头家 目前全球不断的传出 封锁的消息 已经有高达10亿人口 被要求待在家里禁足了 而台湾如演变到 一个人传两个人的时候 双北就准备要封城了吗 我们都会带你一块来讨论 不过先来看到 在台湾今天又增加了 20例新的确诊病例 突破了200例 来到了215例 那么继4岁小男童之后 又有一个5岁的小女童确诊 这个小朋友他只有发烧 这个包出来只有发烧 那其他的有27个人 其中有一个 他曾经有咳嗽 喉咙痛这些症状 但经过我们跟他检验了之后 他是阴性 那其他的人没有异状 好 欧云之后 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是 资深媒体人董志生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大家晚安 感染科严慕庸医师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毛嘉庆 原一好 各位观众好 好 其实呢 这个5岁大的小女孩 也是在机场被拦截下来的 指挥官陈志生就说 居家检疫和机场拦截 是目前最重要的两大防线 但是不诚实的案例 是不是会害惨台湾呢 我们来看到3月23号新增了25例的境外移入病例当中 有两个人吃了退消药 吃退消药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够隐瞒病史 如果你隐匿不报的话 就可以罚50到100万 环保署的员工这个案例 他勾选的是市价哦 地点还说是国内哦 结果被人家发现他去参加了埃及团 这个团已经有9个人确诊了 而且公务人员出国旅游 这可以是请示假的正常理由吗 再来看到这个台铁的巡检员 他呢说他要照顾爸爸 因此请了假 但是后来被发现原来去杜拜旅游 而且回来之后还到公务段总局去打卡 一天至少接触50个人哦 3月21号才因为喉咙痛而就医 目前裁剪结果还好还是阴性啦 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害怕呢 再来这个金融业的男子案例54号称 是一个人撂倒台湾的金融圈啊 他说他要到日月潭去旅游 结果他的日月潭在日本你知道吗 跑到日本跟泰国旅游回来之后 还去公司上班了三天之后发烧确诊 所有的同事通通要自主隔离两周 这些不诚实的案例会不会变成我们的一个 可以说是案情的这个破口呢 因此指挥官陈时中也说了 现在不排除如果呢像这样情况要公布姓名 就是我们对于违反相关的规定 或相关的一些一些过错的话 那我们站在防疫的地 那对于防止疫情扩散有帮助 那我们不排除公布姓名 永明姐啊你看我们这个机场的防疫 那么再加上居家的检疫 这两大防线守得住吗 这么多人好像都不太愿意诚实的来通报 对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陈时中指挥官太客气了 他现在就应该针对刚才我们节目中 整理出来的这四个非常严重隐匿疫病情的 或者旅游室的人呢一定要公布姓名 这个才可以达成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这里头大家看一下 这个环保署员工跟这个台铁巡检员 他们都属于这个公务体系的一个部分 所谓的公务体系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人你聘用他 他领薪水 他就是来服务大众的 结果你这种公务体系的 你的所有功能跟工作 你就是来服务大众 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要跟很多人接触的 结果你竟然还用不实的方式去欺骗你的主管 说你不可以出国的时候还跑出去 然后不能够去国外呢 还偷偷的讲说我在国内 那至于这个金融圈的呢 现在看起来他实在 已经从他的老师到同事到各种人都出来骂他 很多人都说以后他因为在金融圈已经传开了 他不要想在金融圈得到工作了 可是你如果不杀鸡儆猴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空窗期 现在这些案例啊都是属于什么时候 就是属于呢 我们的指挥中心把全世界的国家全部提升到三级警示 大家都不能够去的 那个之前有一段空窗期是说 有些国家才一级啦 有些国家二级啦 所以呢在那个三月初到中旬那段时间 回来台湾的人如果你不是自三级国家回来 你是自一级或二级的回来的话 第一个你不必强制性的居家检疫 就是说你不是因为强制性的居家检疫呢 今天这种不诚实的问题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管你 怎么样你只要进我机场大门 我们就全部把你这个送去检疫 然后你就会得到所有的检疫的那个相关配备 包含啊 有人会去给你查询啊 你会接到一个手机啊 然后你的里长啊 你的里干事啊 会随时去看你有没有待在那里 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下 你想要偷偷的跑去上班 去欺骗你的主管 说没有没有 我其实不是出国旅游 我是在国内旅游 都不可能 因为我们进来的都有住记 但是为什么这几个不诚实的案例 它还能被发现呢 就是在 还能够发生 还能够出现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 全部升为三级或制止之前呢 有大概两个礼拜的空窗 好那这两个礼拜 它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知道了 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它是有潜伏期的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进来 它的潜伏期呢 那差不多要发病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个礼拜 我觉得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以今天一天 二十个确诊案例 这个礼拜的数字还是不会少 跟上个礼拜差不多 可能还是会 一个礼拜过去 我们就增加个一百例 那下个礼拜可能也还在 这个潜伏期的这个爆发里面 我们要一直到什么时候 我们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才会相对来讲 我们觉得比较控制得住呢 一个是当然回来的人变少 二来呢 是那个日期 就是当陈时中指挥官宣布说 我们所有的世界的国家 都升为三级 所以所有从国外回来的 每一个人都不用再考虑 什么自主不自主 你全部都要进入 强制性的居家检疫 你没有好好的检疫 大家就看到了警察会去追你 你会接到一个很多万的罚单 的这个机制启动的话 我想那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算比较滴水不漏 所以严格讲起来 大家现在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很担心 会不会出现这个社区感染的 甚至从零星社区感染的 会不会出现社区群聚呢 现在就是因为有那两个礼拜的 类似没有全面性的控管 那我认为陈时中部长 不用再犹豫了 只要找到在这种案例 一定要杀鸡警猴 一定要把他姓名公布 不然你这个问题怎么防呢 大家都不要成为防疫的破口 所以永明姐也建议 我们的指挥官 以后有这种案例的话 通通赶快公布姓名啦 好我们来看到 那为什么现在是防疫非常重要的阶段呢 好WHO都已经说了 现在是全球急速大流行 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急速大流行 到底有多急速呢 好我们看到 其实全球有1万例 进展到全球有10万例的时候 花了67天 但是从10万例暴增到20万例 只有11天 从20万例到35万呢 才花了4天的时间 而台湾的进展有多快呢 我们来看到 其实3月13号的时候呢 总共全台湾是50例的确诊病例 5天之后呢 到了3月18号变成了100例 而经过了6天之后呢 是3月24号的215例 几乎可以用翻倍来计算 我们非常不愿意 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呢 再过5、6天的时候是400例 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呢 让人觉得非常的担忧 好所以在中央部会出现有员工确诊之后 其实他们已经规定了 所有的这些办公室人员呢 是指出不进 而且全面的大消毒 我们来看一下这消毒的画面 其实因为我们传出了 有这个环保署的员工确诊之后 你看到他的同事哦 拿着酒精啊 叫消毒液啊 全办公室大扫除了 所有这个员工曾经有摸过的地方 有摸过的公文哦 你看全部啊 到处擦擦摸摸 喷酒精啊 喷消毒水等等 就是很担心这疫情会不会控制不住 我们想请教一下嘉庆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因为中央部会已经有员工确诊了 其实呢 大家都必须要料敌从宽嘛 如果总统府有员工感染怎么办呢 总统府已经说话了 如果真的总统府传出有员工感染的话 府内要采分须分时来办公 等于是全国最高权力中心 现在也是如灵大敌 那么公务人员会不会还是有 这个隐匿不报的黑数不得不防呢 这个确实是不得不防啊 但是你也很难防啊 因为你现在看得出来啊 所谓的超前部署到现在看起来 其实很多是从后面 你事后检讨发现 它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完善的超前部署 而是从后面追着要补这个破网 这才是事实嘛 那大家看到这种东西 当然会觉得很难过的原因是 连中央部会环保署都出了这种问题 那其他单位呢 台大医院不是也有医生 因为是不是身份特殊 所以台大医院特别准他的假 因为他是谁的儿子 所以他可以出国 那这种例子没被抓到的还有多少 那总统府一大堆童子军 大家也都知道啊 是不是也都交友广阔 是不是也都喜欢帮人家解决问题 那会不会也开了什么方便之门 让谁出国 现在你会知道吗 什么叫超前部署 来 我们谈一下 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 当他们只是知道 有几个海外基地的人回去 然后感染到 而他曾经到过五角大厦的几间办公室 五角大厦马上启动异地办公 也就是部长跟副部长 他从此以后到疫情宣布结束之前 他必须要在不同的办公室 不同的地点 也就是不会在五角大厦里面共同办公 而他们的职管通讯 整个系统 美国可以有这种准备 因为他们天天在做这种准备 那加上庞大的资源 跟人家整个军事动能 美国做得到这个事情 来 我们的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 我们国家能够让他异地办公 总统跟副总统异地办公 而不会影响到职管通讯的地点 非常有限 其实就是两个地方算得出来 那我们没有必要 现在去把它点出来是哪些地方 但是就这两个地方点得出来 那你要知道 总统他是国家的中枢 一个人能够向他身上要集中的 还包括他周边所有人 是以他为中心在运转的 包括最基本的有哪些 永和警卫士 永和警卫士里面包括了 阳明山上的国安局 包括了在大直勤务指挥中心的 包括了还有警政署的警官队 等等这些只是永和警卫士 那还有宪兵 总统府211营 他们不用回部队吗 那还有国安会 国安会要接触多少国内外的访兵 我们客气的讲就访兵 他们天天也是在总统府 三楼四楼跑来跑去 天天有多少人 那还有员工 光做清洁的这些员工 下班不用回家吗 不会接触到亲朋好友吗 清洁人员还有司机 那司机也是一样 大家也是来自于民间 那刚刚讲的还有各地的访兵 全台湾各地 还有他们要接见的外宾 那现在不是说你拱手不握手 就不会传染吗 飞沫或是握个门把 搞不好都是传染源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总统府怎么样去补这些破口 已经很累了 这些人他们的周遭 如果又危害到其他的公务员 甚至又危害到行政中枢 那总统府说 他一旦要启动 他可以随时启动 在我看来这个随时 是要打很多问号的 所以机场拦截和居家检疫 这两大防线 必须要能够守住 不然的话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讨论 封城跟锁国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新冠肺炎目前 大约我们可以说 WHO官方预估的R0值 是在1.4到2.5之间 什么叫做R0值呢 就是每个确诊者 可以感染的人数 台湾目前的R0值还小于1 台大公卫学院院长 詹长全就说了 R0值1.7是我们的防守线 一定要守住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R0值到了1.7的时候 就要封锁大约300平方公里 等于是整个台北市 就要被封锁了吗 而R0值如果到2 也就是平均一个人 传给两个人的时候 双北市就要封城了 双北人口可是高达694万 如果这封城下去的话 哇那真的是影响知识体大 到底什么时候可能要封城呢 苏贞叉侯友宜 还有李炳颖医师 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不到封城这种做法 我们其实因为国人同胞 要大家紧接性很高 同时大家也都知道 应该不要自己成为害群之马 不要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我相信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 所以现阶段才是最重要的 单见时刻 封城是最快的打架 台湾那个即使说我们的疫情扩大 我也不赞成说台湾必须封城 还是采取更积极的重点式防疫 为主要的一个政策目标 封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 就是说当我们限制了大型的活动 限制了民众聚集的活动 可是很多人不会遵守的时候 才需要去做严格的封城 变成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出来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封城是 严格侵犯民众的权利 而且在很多地方 它并不会达到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严医师 你听到苏院长说还不到封城的时候 侯市长是说 那么如果到了要封城的时候 就是大规模感染已经发生的时候 不过也有医师认为 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封城 因为其实封城的话是说 大家都不听话的时候才要封城 可是不见得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这个R0值1.7的防线 我们守得住吗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要封城呢 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议题是个假议题 也就是R0值 当然是我们在看传染病的 传播力的程度 但是它是个果不是个因 不是说我们在等到它这个1.7 我们就开始做什么作为 我们怎么说呢 比方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刚开始预估是1.4到2.5 没错 但是在武汉它那个地方 因为一开始内部的整个管理不散 它一下子飙到3点多 所以我们去看 现在如果各个国家 像意大利或者甚至现在的纽约州 那边都已经激进医疗崩盘的情况下 它的R0值会飙高 但是我们台湾在SARS的那个时候 最后期我们做了一个有效的策略 叫做动线管制 那一下子就把疫情给控制住 那R0值马上就缩小了 所以R0值是个果而不是因 再回到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状况 台湾目前完全不需要考虑到 所谓封城这个议题 但是我们是永远做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所以我们在2007年那个时候 就这个议题就曾经设计出来了 它其实不是说台北市封城这样的议题 因为台湾现在是一日高铁油 你封住台北高雄一定要烧起来 所以真的要做这样的议题是整个台湾的所谓的分舱管理 我们现在在医院或者在机构里面 已经在讨论分舱分流这个管理了 那这个礼拜整个台湾的医院 也在开始进行这个分舱的这个防御作为 真的要做类似封城 就是台湾切成六小块 每块里面自己要做内部的管理 那这里面如果管理得好的话 其实不会影响到人民的行动自由 你知道有热区暖区冷区这样的分别做出来 那我还再强调一次 这样的规划我们在2007年 针对H5N1的全球大流行的可能的时候 我们就规划过了 所以这个议题大家都先不要担心 我们已经很早就超前部署了 那个时候H1N1的时候就已经 SARS的时候就已经有部署了 所以其实目前看起来 暂时没有所谓的封城的可能性 完全是个现在这个高空的议题而已 不过今天其实陈时中部长也有回应 他说就算是要封城 我们也都已经有做了一些准备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整个大台北地区 是台湾的新藏地区 对不对 所以非常的重要 因为包括了金融啦 政治的中心都在这个双北地区 如果说封城的话 等于就跟封国锁国差不多啦 大概台湾整个停摆了 所以这个命令显然恐怕 不是指挥官可以下得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万一要是真的封城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他等于说台湾就锁国了 这个不用讲 就是双北 连我们都不能来录影了嘛 就动弹不得 那其实如果你要封的话 虽然是陈时东下命令 一定是蔡英文总统同意的 那已经不可说实了 但是依照目前我们的处理情况 应该是不会到这一步 17年前台湾曾经封过了和平医院 那时候袁慕庸医师 其实他是非常了不起 他那时候在龙总 他是自宴进去了 他跟七大臣还有叶青川 三个医生是自宴进去 他们都不属于和平医院 所以你可以看那时候 大家对于SARS那种死亡率 都非常恐慌的时候 他们进去 所以他是真正有被封的经验 那其他人都没有 但是你看哦 其实就是封城这议题 在媒体上可以赢得光彩 但是其实是 真的是应该不会走到那一步 今天公布的20个例子 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里面有一对夫妻 他是等于说漏网之遗 他已经经过机场了 然后回来以后觉得不舒服 机场没有把它检验出来 那这个对我们疫情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 一个很 就是你要很重视 就是说他可以漏网之遗 他那他发病以后 他如果紧接性不高 或者他的病情不严重 他到处去感染别人的机会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境外 他其实是国内最大的漏洞 漏洞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有215例 那215例 现在有178例是境外的 我把它算一算的话 占我们百分比是82.8% 都是境外的 那境外你刚刚看的那个图 你刚刚讲那个图 其实都在这 这10天左右 它全部就是大爆发 那大爆发表示说 它是境外进来 那如果境外进来 你有像我刚刚讲 这种呼吸的情况下 那你就让他到国内 到社区去感染 这个其实是最严重 所以在讲封城之前 你必须先把这些断掉 那我们其实在机场 我们其实有一些地方 我们比较容易疏忽 譬如说我们 上次那个澳洲那个营业家 我们就疏忽了 他自己说 我一直咳嗽我 我能不能进来 机场的 卫福部的医生跟他讲 没问题你可以进来 那进来以后接触了一堆人 结果他3月2号回澳洲 他马上确诊了 这是一个例子 那还有那个高中生 高中生玩了一个多月 然后他到机场是3月4号 他问机场说 我好像有些不舒服 但是没有什么症状 他就问海关的关联 我回家需不需要 自主健康管理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政府的措施 除了机家隔离 机家检疫 接下来最亲的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海关官员跟他讲 不用 你连这个都不用做 是啊 那他现在感染了好几个同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从境外进来的 所以境外进来 其实有很多管道你不晓得 那譬如讲 今天有两个正驾驶 飞机的正驾驶也被感染 那他们是开后机的 他不是开客机的 那后机到底怎么感染 所以我说 你要看这些追踪 变成我们要发很多心血 就是他境外到底他是 有哪一个管道 那如果这一步我们把它封死了 那其实就没有封城的问题 如果双北封城的话 那台湾就守国了 就全部停顿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政治行为 商业行为都在这里 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还是有机会 可以决战境外 千万不要放弃 还没有到封城的时候 但是其实呢 到底这些公务员确诊 该不该告诉大家呢 好像双北有不同的看法 公部门跟一般部门 其实都是受到 这个相关法令的限制 所以其实我想公布 我可能也会受限于 中央的规定 新北市只要有同人确诊 我一定会跟各位报告 万里不幸 我们的重要半部 甚至我们本人 我还是会很成功 负责任来跟大家说 最近很多措施 好像都双北不带同调了 我们想请教一下永明杰 我比较支持 侯友宜市长的看法 我认为公部门呢 一旦有这个里面的 不管哪一个阶层的同仁 感染病了 确诊了 都应该要公布 为什么 因为地方政府又是比中央 更第一线的接触人 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案例说 台中的有一位女性 本土案例 一样感染源不明 然后她做的一个工作 是接触很多民众的 像这个我们不晓得 像我没有资讯 我不晓得她是什么 是银行员啦 还是是什么 做什么第一线服务的啦 可是你这个不公布呢 所有相关的人 自己没有警觉性 她就不知道 我得去告诉医生说 我可能怎么样 然后我不晓得怎么样解疫 旁边也做的 也是我很敬重的 严慰庸严医师 刚才严医师讲的 确实让大家觉得 比较心安 我也认为台湾 如果防守的好 我们真的不用 自己下自己 搞到什么封城 什么真的很麻烦 但是那个前提是 我们真的要能滴水不漏啊 只要WHO讲中国大陆 几句好话 我们这边就冷凍热潮 而且我们要发动 霸免WHO的秘书长 就像以为在霸免 韩国瑜那么简单 然后大家就联署 哇弄得好高兴哦 把整个疫情 把它弄成一个险棋 英国首相强生 彻底放弃佛系防疫 他说如果朋友 要跟你见面 千万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英国最近真的是 疫情进展的太快速了 好我们能看到 其实呢现在呢 因为突然一下24小时内 暴增了五六百例之后呢 英国下令全国严禁外出 除了要去购买生活用品之外 所有的场所一律关闭 除了葬礼之外 禁止两个人以上聚会 两个人都不可以哦 而且警方还要强制执法 那么现在西班牙的陆海空大封锁呢 要延长到30天 而美国呢是4.3万确诊了 而且是一天之内新增 一万例的确诊 非常的夸张 而意大利的死亡人数 现在是六千零七十七例 是全球最多 比大陆还要更多耶 在这样情况之下 意大利的市长啊 这劝大家不要乱跑 简直是啊 已经到了一个 不是苦口婆心哦 根本就是气急败坏的程度 我们都可以在家里 是危险的 好 市长亲自跑出去户外 叫大家不要在这边继续逗留啦 还有市长说 你们大家的狗是怎么了 都得了前列腺炎了吗 嘉庆 你看我们先前才说过 英国要佛系防疫 现在比谁都还要更严格啊 因为大家都发现到 原来这些居家检疫 不能落实的时候 真的是疫情简直就是一日千里 完全控制不住啊 是啊 你看这个连之前 要用社会大外文主义 告诉大家物尽天责的英国首相强生 他们现在都已经 英国都改口了 我们一般居家检疫是两周 他现在直接告诉老百姓 你在家里给我躲三周 我要给你们一个简单的命令 他讲得非常直接啊 我要给你们一个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指示 你必须待在家里 就是你必须待在家里 他还叫他母亲节 不能够回去看妈妈耶 当然的 他们现在除了葬礼之外 刚远宜讲到了 除了葬礼之外 两个人以上就是非法集会了 可以直接解散掉了 那现在英国的状况 为什么会变这样 你在从英国跟整个意大利 你去看 尤其像意大利 他们这个浪漫跟散漫 在全球都是有名的 现在市长我不晓得是 市长已经崩溃了 在镜头前崩溃了 还是市长要这样作秀一下 他要尽一下责任 Anyway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意大利的那种恐慌 跟大家已经整个社会秩序 因为一个疫情 去崩解掉的一个状况 在现在都已经 欧洲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刚才我们在休息的空档的时候 我也跟远宜跟严医师讲 会不会觉得强生的长相 很像荣恩 很像哈利波特的好朋友 他讲话那个样子 但是我们就觉得 一方面是觉得还蛮亲切蛮可爱的 但是就是说他会不会真的觉得说 他用那个变个魔法这样讲讲话 就够去补他之前 放手的时候 没有好好管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英国人心里头全全插插一大堆 他三支时可以攻错 当我们现在看到意大利的散漫 把他整个国家害了 不晓得算不算一个崩溃边缘了 那你看人家英国马上知错能改 就直接跟所有老百姓说 我要 首相直接说了 我必须要给所有国人一个简单的指示 你要待在家里头三个礼拜 你就是要待在家里头 除非 绝对必要发生的事情 要不然你就是要躲在家里头三个礼拜 这已经叫躲了 趋吉避凶嘛 你出门要看天色 回家要看脸色 当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你还出去跟人家群聚干什么呢 你必须要了解 同样的我再呼吁一次 没有实情 不会有对策 当我们要控制疫情 你必须要先知道 多少人染病吧 所以不要再自欺欺人 我们到底每天 检疫的量能有多少 现在实情又检测了多少 不要自欺欺人 才不会让国人陷入 像意大利跟英国 现在要补破网的那种恐慌 全球都在忙着补破网 但是这破网来得及补吗 尤其是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真的是气急败坏 我们完全在控制 至今我们没有人 在美国的国家的疫情 我希望中国会有更多 中国在中国的疫情 中国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的 美国一天之内新增的是一万例 所以现在确诊的是四点三万人 这也让美国超越西班牙 成为全球第三大 受到疫情研究最严重的国家 那么你可以看到 川普先前的掉以轻心 到后来简直是 气急败坏的模样 但是呢其实早就已经可以准备的不是吗 因此呢纽约的这个白诗豪 还特别抨击他说 你是我们纽约出来的 声音跟指头来救我们都不肯吗 对比之下 四月八号武汉要解除封城了耶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你看美国先前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川普他一直忙着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政治防疫 结果呢政治防疫到后来 现在呢他想要真的端一些牛肉来防疫的时候呢 参议院不给他过 本来说一个人要发一万二美金 结果呢参议院把他给 这个驳回了 说你都是在帮权贵 你没有真的帮老百姓着想 所以呢现在这个一万二的这个 这个纾困的方案暂时还被驳回了 人家都不愿意帮助他来防疫 我们防疫最怕就是政治介入 那川普前面 你问我们刚刚那个画面做得非常好 把他严严本本过来 然后都看川普那时候的态度 要是上个礼拜前你问川普 川普还曾经骂过 他骂过什么 他骂过这是一个骗局啊 哪有什么疫情 那时候的骂 那这两天有记者问他 问他说 总统你是不是疏于防疫 你造成了现在的情况 川普骂记者 你这个烂记者 他是当场 所以你会发现说 川普这个人真是口不择言 可是你不管你的政治动作 或你以言的动作的话 你都已经造成今天的疫情不可说实 那美国下来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像台湾这几例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有个例子 他是到台湾来转机 结果身体是还很不舒服 我们就说你要不要再仔细检查一下 他回美国 结果一检验 他等于说中标了 那台湾很好心说 基于人道主义 你干脆在我们这边治疗 你就不要回去了 这是今天我们20例里面一个转机的 那美国呢 像我们中研院的老师 在美国开个会回来 传给三个学生 学生再传给他的女友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疫情在美国来讲 其实是很严重的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美国的严重 现在已经超越窝桌了 就慢慢过来了 那川普的态度呢 川普态度他始终就一直用政治 在解决这个事情 可是现在没办法解决怎么办 台湾刚刚永平讲得非常好 说大家 老百姓大家都很配合政府 其实老百姓配合政府 是因为17年前的SARS经验 大家都知道 反正政府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过去的经验 让大家觉得说 我至少要自我防护 我自我防护 其实我同时也不会去感染给别人 那我们有这些经验 美国 欧洲这些国家没有经验 他们疏忽了 他们现在必须用很多生命 累积来制造这个经验 那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怎么样 告诉我们 我们一发现不对 因为我们先采取了隔离 所有的隔离你就不会去传染 我们采取了 你如果不能隔离的话 你一定要有个动线 你动线你只能怎么去走 所以我们可以去追踪 可以去防止 那这是台湾非常宝贵的经验 那但是它是用产类的生命 做出来的 欧洲美国这些国家没有 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 其实防疫 也没有大家讲的那么困难 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 有一个SOP的一个方式在处理 那当你 那时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你看西方 欧美这些国家 每天冷风热潮 中国人吃野生动物 中国人 那个卫生习惯不好 就讲东讲西 那那时候封城的时候 他们是骂 这个怎么可以 用这样来限制人民的自由 现在 欧美多少国家开始在封城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用生命累积的经验 然后我们来防止这个疫情 其实是很值得 这些国家来学习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湾 我们完全是用政治在思考 只要WHO讲 中国大陆几句好话 我们这边就冷风热潮 而且我们要发动 罢免WHO的秘书长 就像以为在罢免韩国瑜 那么简单 然后大家就联署 哇 弄得好高兴 把整个疫情 把它弄成一个险阱 把它弄成一个政治 在台湾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些可怕的现象 是正在发生 因为这个可怕的现象就是 很多人累计了仇恨 那这个仇恨 其实将来你要把它抹灭 是很困难的 那我觉得川普 或者欧洲这些国家 大家学习一下这个经验 这个疫情以后 以后会有不同的病毒 会再过来 到时候你就要记住 这一次的经验 每一次的经验 都是很可贵的 所以其实防疫就是要务实 我们从美国总统 川普身上可以学到的 就是不要怪天怪地 你好好务实的来防疫吧 那么防疫当然要有物资了 很多人到现在 还是没有口罩 那我们一直尝试 很想要寄口罩出去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政府的规定 还是不能够寄 任何的医疗口罩给他们 好 家长真的是心急如焚 因为还是有很多留学生 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回台湾 比方说他抢不到机票等等 他最后决定不回来了 但是他要想办法弄到口罩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开放 让家长可以寄口罩给我们 在外地的游子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就有些人想尽办法 在网络上去买口罩 但是你瞧瞧 花了一大笔钱 从网络上网购来的 所谓的医疗用的口罩 竟然会漏水 你看那水一装下去 哇 全部都漏出来了 像这样的口罩这么薄 一滴水就圆形毕露 在这样情况之下 这口罩能够防疫吗 你说我们在外的游子 该怎么样能够来 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呢 所以我们来看到 在这个立法院 那质询的时候呢 吴钊燮就被问到了 如果说今天我们都可以 送给友邦口罩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家长 寄几片口罩给我们的孩子呢 你可以帮邦交国买到一百万个口罩 难道你没有能力在我们各地住馆 可以帮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台湾孩子 帮他们买口罩吗 今天如果大家都没有 我们没话讲 你今天给了外国人口罩 我们的自己的孩子拿不到 你讲不过去 那我想有关于海外的 学子的这个部分 我也很担心 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外面 难道我自己不担心吗 但是这个也都需要 看我们的指挥中心 永明姐 这件事情还搞到要去告网友 为什么呢 对 我觉得其实 现在行政院 因为苏贞昌院长 在立法院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他是采取一个拖延的做法 他就说 我们会考虑 我们会考虑 但是呢 大家在耐心等 等到我们才能够 可是事实上 我们不要忘了 这些台湾的留学生 是不是他也有台湾身份证 他也符合了 那个我们说的 一个人一个礼拜 可以有几片的那个量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用一个申请制 现在不是讲台湾的这个 网路很厉害吗 电子化政府很厉害吗 你就让这些家长 透过学生的身份证字号也好 或者是这个护照号码也好 你就一样上网去跟他申请 你确定说是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呢我们可以预先的帮他申请 他本来如果人在台湾的话 他一个月就会有的量 那我们就同意他这个量 给他寄出去 这样怎么会不能够解决问题 好 我个人并不认为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能力 我们支持一些友邦 有什么错 没有 可是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到现在 明明知道欧美疫情非常严重 我们留在那里的留学生呢 连自我保护 他们都有困难 都得不到必要的 像口罩这样子的一个 关键性物资的时候 你当然要想尽办法 让家长可以帮助他们 我再说一遍 如果我们已经可以处理到 网路实名用身份证去买口罩的话 那你一样的系统 你一定可以处理到 这些在台湾有身份证 确实是我们的孩子的 你给他一个机制 你给他一个数量 让他的家长寄出去 这有什么困难 赶快开始做 不要再拖了 他们现在不是才发现说 怎么网购的 好像没有我原先想的量那么多 因为像我们原本觉得自己还够的 我们就不会去跟他抢这个量 那他就应该利用这个 赶快去把海外留学生 有需要的问题帮他解决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武汉在4月8号就要解除封城了 虽然说疫情初步控制住 不过却传出有这样的案例 就是武汉有一家三口 出院之后竟然又复养了 而复养的阶段 到底会不会再传染给人呢 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好我们听到的是大陆专家的说法 也就是说复养之后会不会再传染给别人呢 那么根据大陆的数据 那么大陆的医生是说呢 是一个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要请教严医师 这个复养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大家觉得有点担心 就是说台湾其实也有一些 已经出院的这康复的人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会复养 而复养之后又有机会传染给别人的话 那大家就会担忧了 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复养之后真的还会传染给人吗 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一波新冠病毒 实在是完全超乎我们所有的经验跟想象 所以它的完美进化程度 只能用就是要来给全世界洗脸这样来形容 就是说它总会让你出乎意料之外 从一开始我们认为它是80%像SARS 不发烧不传染 到没症状可以传染 然后没症状传染就发现 不是只有一少部分 还在这个蛮重要的这个传播的机制 那到现在复养 这个我们现在可以有几个推论 因为刚开始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 不断地在观察这个病毒的成长 跟它这个长大的过程 但至少已经有能力把全球 造成一个全球大流行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们从台湾的经验 跟现在中国大陆有限的这个资料看起来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筛检剂的那个敏感度 跟特异性还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你有时候测到的 就是当然会有它的这个差异性在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你取检体 比方说取鼻咽部不好取 或者这个口咽部的病毒量不够 在健康恢复的过程当中 它的病毒量越变越少 所以你有时候会验起来阴性 但有时候又抓到一点病毒 就变成阳性 但那样子情况的负阳 通常病毒量都已经很小了 所以在大陆看起来也没有再度传人的这个证据 那第三个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情况如果没控制下来 你纵使恢复了 你在社区经过这些环境 还是有可能再接触到病毒 但你的免疫力可能已经建立起来 所以在你身上查到病毒 你不会发病 那传染率也相对比较低 最后一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已经观察到它有一些类似西型肝炎 这个慢性化的趋势 在一些有限的资料里面 所以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慢性的疾病 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非常非常密切去注意的 所以这一波来讲 认真跟严密的防疫 真的是很重要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 国际奥委前副主席就透露说 东京奥运是已经决定延期到明年了 相关的细节在未来的四个星期之内就会敲定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首度松口说 东奥真的可能会延期了 但是如果延期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台湾好手来说 会不会是一大挑战呢 那么其实您看到我们的世界球后戴姿影 那么我们的这个郑兆村是亚洲标枪的记录保持 还有郭兴纯在上一届就得到了铜牌 他们都是所谓东京奥运 非常被看好的台湾选手 甚至有美国的数据分析公司 看好如果东京奥运举办的话 其实我们可是有机会摘下一金五银五铜 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史上 在奥运最佳的成绩就被预期 本来会在东京奥运发生的 但是这一下子如果延期的话 恐怕就很难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了 董哥 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 延期是势在必行的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好几个国家表明我不参加 比如说澳洲纽西兰这些 他已经有这个态度 那加拿大第一个奖 我就是不参加了 这样他有一个效应 有一些国家慢慢的 他也不是抵制 他为了他牵手的安全 而且他们也没什么时间去练 这段时间大家哪有时间去练 都被基加隔离都不能出去了 所以影响成绩了 那我觉得说这个延期就要看他延什么期 目前来讲的话延一年大概就最适合 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奥运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商业的啦 他很多譬如说电视转播了 那个钱已经卖出去那怎么办 就是说他里面有些自制节节 所以为什么日本那时候始终 他不愿意去限制中国大陆 然后他始终开始也是有点佛系 放得非常宽 他其实都有这些考量 那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这边也不愿意去限制日本 怕说世界上对日本有那样的印象 因为我们如果对日本做三级的旅游警示的话 那对日本来讲他是一个冲击 给世界上的人看 好像说他的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大家都在做政治的考量 然后让这个东京奥运 这个变成他现在才来做决定 其实他早早应该做决定了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 在整个台湾 因为很多选手大家都准备好了 但是也不止台湾的选手这样 全世界很多选手大家也都准备好了 但是你今天碰到疫情 你就是没办法好好参加 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下 这是二次大战以来 全世界最险进的一场战役 那这场战役要对付他 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大家做好所有的防护 然后你没办法做大规模的隔绝 你就做自己的隔绝 把自己隔离起来 你保护自己 保护亲友 保护家人 那你做到自己的隔绝 你隔绝了别人 也隔绝了自己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看 不管你外面有什么活动 大规模的或怎么样 尽量不要去参与 然后封闭了一些环境 你也尽量不要到达 那我觉得说 大家就是等这段时间过了 你将来 你可以再看10场奥运 20场奥运都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的心态而已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东京奥运势必要延期了 嘉沁 安倍晋三首相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会跟他祖父一样 没有办法主持奥运开幕式 对啊 想当年这个1964年的 上一次的东京奥运 他就是在1960年 也就是罗马奥运之后定下来 1964年要在东京办 就那时候没有想到 就是说安倍的外祖父啊 就是说那时候暗信介 他就因为他是太亲美了 也就是说他们说他是 暗信介其实当年 他是在满洲是一个假期战犯 他就是因为亲美患得无罪释放 然后后来当了首相 然后最后还跟美国签了 美日安保的条约 然后日本人就让他败选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主持这个冬奥 那现在安倍也不晓得说 他现在能不能主持今年开幕 跟他能不能继续在连任手上 所以说这到底是历史的巧合 还是命运的拙弄 我觉得我们要继续看下去